今天十一长假 陈丹燕邀请我们做客 他在上海郊外的植物园 举办的下午茶会 2020年突发的疫情 打断了陈丹燕持续30年的海外旅行 在不能出门旅行的日子里 他说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寄托 谢谢大家来 非常欢迎大家 这是上海最好的时间 欢迎大家来度过一个美丽的下午 美丽的傍晚 拿铁咖啡 铜管乐队 朱丽叶 他说这些乐器勾连起他的世界迷行记忆 我这辈子能在玫瑰园里做园丁 已是不能想象的幸运了 能与世界上这样美好的物品相处 服侍他们 陪他们开放 陪他们冬眠 他们教会我忍耐 冬天看上去什么都没有 但春天 花朵都会开的 好的人生是有时刻的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觉得那个天空是无限地敞开的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它并没有无限地敞开 如果是我在家里边天天抱怨 我的旅行被打断了 那我要干嘛 但是乐器你看到的都是比自然 比真实要更美好的 就它那个花本身就让你赞叹它美 在植物园其实可以找到很多 就是安慰你的 就让你还原成 你就是一个人类 明日面对面 我与世界 陈丹燕 仙药观世界 方有世界观 想一想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 刚一开始一两天会 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你也会觉得 就是你整个人会缩起来 然后慢慢过个两三天 然后就好了 那等回来了之后会有什么 需要调整的不适感吗 回来了就是比如排队又不排了 然后马路又乱过了 那慢慢就会好 陈丹燕说自己在禁锢的时代长大 他常常为自己感到幸运 在《我的旅行哲学》艺术中 他写道 如果我早生三十年 我将不得不在禁锢和恐惧中 度过自己一生最适合做长途旅行的时光 如果我晚生三十年 也许没有禁锢时代的对比 在旅途上对自由的感受 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强烈 我一直觉得心很破碎的 就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们准备四月份在匈牙利见面的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 我们回到了哥伦布 发现美洲以前的世界了 天上没飞机 地上没轮船 这世界就变了 我看到您的书里面总是在写说 在禁锢起来的那种生活 就禁锢这个词就不断地在出现 是的呀 我没有共情的 只有刚刚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才真的说 我们就又回到了那个世界了 是的呀 我那时候退飞机 就还笑嘻嘻的了 我秋天吧 我是先去伦敦书展 然后维珍航空说 我们来送你飞机票 然后过掉一个月 维珍自己说 政府再不给我钱 我要破产了 那您说如果真的是回到了 这样子的 没办法自由旅行的禁锢时代里 怎么办 我想他们肯定会自己找到 自己的生活的路 这是肯定的 就像我父母那时候就觉得 你怎么办呢 长大了 但是其实是还好 但是就是从我的经验 我就想好可惜呀 我看到那个友善的世界 你们可能一定看得到了 或者是过二十年才看到 那时候现在的二十岁 已经变成四十岁了 我年轻的时候 整个那个年代 在你没有能力走出去的时候 他非常鼓励你对世界的向往 然后爱那个世界 陈丹燕的父亲曾在中国轮船公司工作 办公地点在外滩大楼 1960年代 六岁的陈丹燕跟着父亲上班 窗外是黄浦江和缓缓远行的外国轮船 他认得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旗 那是父亲交给他的 上海的时代的变化 不是在1976年份碎死人榜 而是在1972年尼克松繁华以后 那整个上海的气氛就变了 就是就知道上海有一天会遇见世界的 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 那时候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很多人是有自己的英语老师教英语的 然后我妈也给我找一个英语老师 那英语老师是翻译蝴蝶梦的 就他很好 他就说我们不要用课本 我们也没有课本 所以我们学唱歌 歌词都是英语里最好的 然后你学会了这支歌 你永远不会忘了这支歌里边的单词了 所以我跟他学了好多 Beatles 哇哦 还记得是哪一首歌吗 I'm Let It Be Oh Let It Be 然后Strawberries 然后他就每次我到他家上课就是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 如果我就是没有预先做好准备 我去旅行也白搭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一个人真的成朋友 那朋友是要交流才能成朋友的 是会多少种语言呀 我不会 但是我会说很多很多的简单的话 吃饭用的就是西班牙语 德语 什么塞尔维亚语 最重要的那个 俄罗斯俄语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只能够用英语 然后我到哪个国家学一点 但我爸爸学很多 都是自学的 还是喜欢吗 还是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 所以他们从来知道 就你要学一门外语 这个很重要 我的旅行似乎与生活有关 与生活的缺陷有关 与对缺陷的不甘心有关 与拥有这种不甘心的好奇有关 与好奇的结果有关 看上去旅行好像是现实生活的身外之物 并不必须 但我早早就将自己心灵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寄托在一个身外之物上 多年来就死死抓住它 这可真奇怪 而且奇妙 旅行间接就成了我另一世的生活 我特别喜欢您的一句话 您说在看这个世界的过程 其实是为了要完善自己 去寻找一个更了解的 或者是更完整的自己 其实这个是没有崇敬的 就是你对自己的了解没有崇敬的 是 我很想知道就在这三十年的过程当中 有哪几个节点 是让您有那种很强烈的意识 觉得我发现了某一个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自己 或者是接受了那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那么戏剧化 就是有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 然后镜头一换 然后你就焕然一新变成一个 这个就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会 就是一点点变变变变变 然后突然到一个时候说 哦 不一样了 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自己旅行的人 但我唯一一次感到害怕的是 我去摩洛哥 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声音告诉我 你去那儿你要小心 然后那一天我都特别特别紧张的 然后很提防的去看整个摩洛哥 我说那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 我太害怕这个世界了 我把这个世界就主观的一格就在外了 但当我去转换了这个心念的时候 我会觉得在之后摩洛哥的行程 我一下子接受到了好多 比如当地的人 他会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甚至交到了一些朋友 我看到了更多的色彩 我觉得就是那个旅程 对我的成长是让我真正再一次体会到 人的心态是怎么样去面对世界 那个世界就会怎么样去回馈我们 这肯定是会有的 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孙悟空的 好像很厉害 我去拉加斯坦邦 那个时候正好是印度的那个强奸的那个事件出来 我的那个有一个摄影师就在老城里头 然后我们俩就在老城里头说我们晚点回去 等到天黑了再回去 他呢就很慌 就是他家的人包括他的亲戚朋友知道他在印度 都跟他讲千万晚上天黑的不能出去 而且你一个人是不能出去的 就会被侵犯的 我说不要紧的 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突车把我们带回那个码头 然后一到码头就有人来照顾我们就没事了 但他说就是他害怕 然后后来我说来咱俩看 我们坐在路边看那些印度男人 我说一个个一个都那么瘦 就是我说我一个人就打过他们了 就还用得着他来吓唬我们 谁吓唬谁还不知道了真是 我说你看你再看咱们俩 咱们俩没有花容月貌 然后我们俩也没有带着金带着银 我们就非常普通的人 所以人家不要来抢我们的 但是我真的是不怕 就我真的要跟你打 我可以跟你拼命的呀 那要怎么样 就我觉得很多是你自己怕这个世界 所以这世界就要来吓唬你 陈丹燕自称是背包客 背包客不是为了去见朋友 探亲或是工作 只是想要去看一个地方 一个人面对陌生的世界 背包客身上永远是有伤痕的 因为一个人背着所有的东西 多年来陈丹燕的背伤 常常引发头疼 医生告诉他最好不要再背东西了 他说这是真正的自由性 自由巨大 压力也巨大 有一天冬天去欧洲 那其实准备是不充分的 因为室内很热 应该要一个特别好的大衣 但是里边要穿的少 要不然在里边就很热很热 那我大衣就不够那么好 但是我也不想在室内的时候热成那个样子 所以我想我抗冻 所以我每次都发现自己的腿都是紫的 就是一块一块都是冻的 其实是 然后洗澡的时候都觉得 我为什么这里这么疼呢 因为冻了以后你的皮肤其实很单薄 然后牛仔裤里边有一个遮痕 就是那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就把我这两边全部都磨破了 所以一洗澡就是疼 然后我想我为什么这里疼这里疼 都是对寸的 然后发现原来是牛仔裤磨破掉的 我一没觉得有多不好 还觉得我挺光荣的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其实它慢慢推动你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就成为一个忍耐的人 在夏威夷的毛衣岛上有 九十几个还是七十几个就是这样子的弯道 然后我们一车上来的一个女人 我们全身都是肿的 然后坐轮椅的 我们的向导说他有车祸 轮椅下面放了一个氧气弹 然后他跟我们一起 结果真的开起来了 他后来不行 就要第一个休息站了 然后向导说你得走 这个就是你这个颈椎吃不消的 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就我一直记得他就是那个轮椅 他面向大海 然后我们车就走了 然后我其实很羡慕他 我就想我要到最后如果我能够这个样子 我还能旅行 那我是你就知道你是真的爱旅行 就它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就如果你很软弱 你就放弃了呀 但是我相信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你是谁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身处何种困境 人生难题那么多 听听别人的故事 找找自己的答案 十六世纪的土耳其咖啡馆 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 那时并不叫咖啡馆 而被人称为读书房 他提供两样东西 咖啡与书籍 人们去咖啡馆 为了读书和讨论学问 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 给奥斯曼人称为 思想家的牛奶 我记得在那个 《咖啡苦不苦》的这本书里面 你说你不敢进 因为觉得进咖啡馆 是有要求有门槛的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 是怎么样找到那个勇气 让你推开门进到咖啡馆 然后点了第一杯咖啡喝 我忘了 我觉得可能是太冷了吧 就是要找个地方暖一点 但是你不可以就坐在那里的 那就说我们来喝咖啡 我很喜欢那个环境 就是周围人说的话 对你来讲就是音乐 用你一个字都不懂 但如果是你要依赖周围的人 你就会很紧张 因为他们说话你不懂 别人都会有什么 朋友来找了 然后一个人也可以跟那个酒保谈谈啊 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会紧张 就是会形成压力 但是慢慢你觉得咖啡馆就是为 你这样子的人服务的呀 因为你觉得冷了呀 下雨了呀 然后你要写一个明信片呀 那时候我住的酒店都是青年人旅馆 是讲好你上午十点钟你要走 下午四点钟以前你不能回来 因为是清早的时间 那你不去咖啡馆你要去哪里 他对旅行者是 就是他是你的家 你要找一个地方休息 然后你要找一个安静的桌子写坐 那咖啡馆都是很好的选择 陈丹燕说自己对地球上某一地的认识 是靠慢慢旅行点滴完成的 就像修一个学分 阅读写作谈话上短修班 然后写一个结业论文 他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迁行 把咖啡馆当作旅行者的家 感悟咖啡里诚挚的人生 写下咖啡苦不苦 我的旅行方式中他拿放大镜看时间 对细节的注目让他更深入地了解 自我和踏着的世界 您刚刚说说 从欧洲回来之后再去看上海 然后看到了第一次全球化 给上海带来的影响 您觉得那个影响是正面的吗 是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优势吗 还是您怎么去看待 我那时候不觉得 我就觉得这是它 跟中国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上海也一直有 它很强烈的劣势 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不单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很多时候是视力的 就是大家都会感觉到 就是让它看你 就是人第一眼 就是但是它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移民城市 第一眼并不是说我看到你美丽的心灵 因为它看不见 它看到是你 你穿的衣服 大概是你是一个什么阶层 它就会用这个阶层来对待你 那如果是在一个文化单一的地方 大家知根知底的 知道你是从谁家出来的 它是用这个人情的方式来 来对待你 但上海就是用你怎么打扮你自己 你就是你是一个 怎么定位的 展现了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阶层 对的 它就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你 大家都会觉得 对上海好像是有一种很难亲近的感觉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这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写这么多上海 大家就认为 你简直就是爱上海 但是我觉得我从根性来讲 我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小孩 我不会百分之百的 把它坏的地方当成好的地方 我觉得它不好 它就是不好 但这就是一个商业城市 是这样子的 就你去跟世界上任何商业城市 你在那里也是一样的 上海作为就是在通商口岸 比较靠东亚的这个城市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商人 它带来的文化 不是真正的文化 不是精英传统 其实还有一种东西 就是当一个外国商人 就第一次全球化的时候 真的有胆子跑到亚洲来的人 深入到腹地 还不是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已经快到头了 在这个地方 来的人很多都是来闯世界的 他能够来闯世界是因为 他在他的国家里的那个阶层不稳固 他有野心 他希望越上一个阶层 这样子的人来 其实在殖民地 他突然变成 他突然变成 就是在这个社会的高阶层 他有很多 多饿的放纵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其实留在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化里头 所以它特别容易视力 特别容易欺负弱者 但像是旅行的这种经历 对于您生活在这样子 一个复杂的上海里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吗 我觉得是比较包容的 我有一次 帮着警察维护交通秩序 就是新的交通规则 有很多人不遵守 中国人一看 在检查 然后大家都说 不好意思 我应该下车推的 但是我骑自行车 因为我早上就太赶了 然后有一个外国的年轻女人 骑着 骑过来了 然后警察就要停下来 他就说 他就说他不懂中文 我说好 我给你讲英文 你懂吧 如果你不懂 你怎么再上海工作呢 那如果你懂的话 我跟你讲 我新的交通规则 没有人可以在这里骑车 你为什么要骑呢 我上班来不及了 然后骑着车就要跑 那后来我就说 你在你的国家你敢吗 你不敢 为什么你在上海就敢 你想想看 就在你的国家 警察是警察吗 在我们的国家 警察不是警察吗 就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这种东西 其实他在他的国家 是不敢的 所以这个也是在上海的文化里面 是都存在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文化 我想一个人做过重要的旅行后 这个人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地方性的个人了 旅行会锻炼一个人 打开一个人 使他成为一个胸怀似海的人 而且因为胸怀似海 所以他才能安顿自己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 知根知底 知己知彼 心中没有苟且的焦虑 我还知道您说 要看的世界 才可以有世界观 对 这个世界和旅行 帮您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就其实旅行 能够最多告诉你的就是 世界是很不一样的 这地方和这地方不一样 那人也是不一样的 就任何一个地方 不是以叫上海人坏 北京人好 肯定不会这样分 就上海有好人有坏人 北京有好人有坏人 就你可以选择跟好人来往 你可以选择避开坏人 但是有的时候跟你不一样的人 并不表示他是坏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 就你可以说 他跟你不一样 也很有趣 你可以想想他为什么会 或者说你跟他谈谈 他是怎么想的 那他常常会告诉你一个 完全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但这个并没有恶意 还有就是化解误解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得要接纳不同 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有世界观的 对其他的文化是好奇的 想要了解的 然后也是可以同情的 就虽然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同情 朱丽叶使今新嫁接过的乐景 这样惊人的美 就是这样让全世界满旺的姑娘 配上这朵乐景 也让我心里一跳 因为它盛放时 有令人不能承受的美 这样的美 也只有朱丽叶这样的 莎士比亚姑娘 才三天不及